是希望把它放大 怎麼做 其實在Eclipse裡面 常有人找不到那個 如何修改字形的地方 請你在這個 撰寫程式的區域裡面按右鍵 這邊有個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 這邊一般事項的外觀 外觀裡面的顏色 這邊就有個字 這個文字的字形 你把它編輯一下 我大概習慣用14號字 預設你好像只有在11號還是10號字 如果原來這麼小 其實看起來很辛苦 光這樣看 我看那個 眼睛都快要看到那個 這大概看久了也不太好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外觀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這邊就有個字形 建議大概差不多14號字 按確定就可以 Eclipse就出 這個字可以放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等一下要做一個 Radio Button的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非常簡單 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能夠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很簡單單選 其實這個單選 可能比剛剛 Trackbox還來更簡單 就是 如果你選其中一個 籃球 足球 棒球 那這個是單選 選的其中一個顯示 最喜歡的球流行動 是哪一個 只是這樣的一個動作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第一個也是一樣 請各位先建一個 專案 專案名稱叫Radio Button 好了 OK 就是CH05 Radio Button 這個名稱 再來的話 我們再來建那個 畫面部分 畫面部分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 拿剛剛來改 然後 裡面的話 我如果希望 放上去一個 也是Text View 顏色的話 看 預設的就黑色 然後再拖拉三個Radio Button 在這裡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Radio Button 請各位 如果你在拖拉這個地方的Radio Button 可能會出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Radio Button 是一個 可是 其實將來 這個Radio Button 它必須是一個group 所以你在拖拉的時候 請你 不要選這一個 要選哪一個呢 下面這邊有一個叫Radio Group 用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選的 這邊就要選 下面 會有個Radio group 有沒有 這個放開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會有三個 有沒有 那三個的話呢 它是一個group